双十一光棍节本来只是专属单身男女的日子 不过自2009年以后 双十一就成了商业气息浓厚的网购狂欢节 管你是不是单身 一到双十一全程上网买买买 2009年第一次办双十一购物节的时候的那个销售额 是达到了5000万人民币 虽然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看回去 那真是小屋见大屋 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创造了历史 往后那个销售额是年年破新高 那就说今年凌晨12点03分 天猫商城的销售额就已经突破了100亿人民币 速度之快简直是疯狂 而这个数字呢持续狂飙 到了今天下午1点09分 才半天左右的时间就冲破1207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呢可是去年一整天的记录啊 而根据最新的这个资料显示呢 已经破1400亿人民币了 目前双十一还没结束 每一分钟都在创造销售奇迹 而在商家的炒作推波助澜之下呢 现在双十一不止可以是剁手买买买的一天 还可以在这一天让大家看到大明星 双十一狂欢节到来解析 先来个狂欢夜 踏入5月12点剁手感开始发工之前 天猫之夜 探称是云集了海内外大半个娱乐圈 还有国际大咖歌手和体育明星 陪你狂欢 就连央视春晚都没有这么豪华的阵容呢 先开序幕第一炮 就请来英国歌手JCJ唱出成名曲 并告诉你今晚就是 而吴亦凡也唱出狂欢节的主题曲 祝你双十一快乐 今年的晚会下重本制作 当手笔把科技特效都搬上舞台 2.1 张杰标高音不出奇 但是看一下后面的乐队 咦 吉他手 鼓手 贝斯手 居然都是机器人 他们是德国技术下 世界上第一支机器人乐队 2.2 女神发明兵再上去 这是要变魔术吗 再打开一看 然后下一秒 穿梭了 原来这是运用AR投射 让民众可以在家里看到虚拟的真理心啦 2.3 王嘉尔唱着唱着 手机拿出来假装听电话 最后再来一招 紫牌 哦这不是亮点 这是卖点 表演时间不忘了推销代言的手机 这连国际当 高主音一登场啊 都是拿着穿上妙布的小熊玩偶 硬硬为代言的品牌宣传了四分钟 明星们一个个推销起来 但是不遗余力 让整场晚会就像是一个 穿插了各种表演的电视购物节目 迈阔才是网道 来到央轴 迎后妮可解慢来了 我爱你们 他跟一中舞打明星一起站台 为马云首秀电影背书 那做惯生意的马云 扮起武术宗师是有模有样 摆好架势 准备接招 对上功夫皇帝 李烟杰又来这招 吃了吗 虽然画风不对 但是以演员身份说到的马云 很认真 打斗场面都是亲自上阵 再看看这个天猫之夜的半个娱乐圈 卖产品打广告的阵容 不得不说 有钱任性之余 双十一已经成为一种消费符号